心怀两岸快乐乐评 大家好 我是浩阳 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苏家全 因侄子苏振卿设谈请辞 由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李大为接替其位 海基会董事长的职缺将由谁接任成为话题 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可能的海基会董事长人选 上代正式人事命令发布 只是以目前的两岸关系来看 蔡英文当局现行政策不改 找神仙来掌海基会两岸关系也无法重开机 据党政人士分析 海基会董事长接任人选需满足三大条件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符合 所谓的三大条件包括 一 非绿营背景 二 够分量 至少担任过部长级政务官或党主席的高度 三 有意愿 宋楚瑜是少数于两岸红蓝绿阵营 都有沟通管道的大佬级人物 如果蔡英文找宋楚瑜出任海基会董事长 现年78岁的宋楚瑜应还是会点头 蔡英文究竟会不会与宋楚瑜再度合作 目前不得而知 只是如果要让海基会重开机 问题不再请谁来当董事长 而是蔡英文的两岸路线必须调整 四年多前民进党上台后 两岸冷战 海基会又成冷衙门 如果不是李大为调职 谁还会记得这个业务停摆 似有若无的冷衙门 以及谁是他的董事长呢 李大为调走后 民进党当局是否再委任董事长 无关红旨 海基会不是这几年才成为冷衙门的 1999年 两国论出炉 两岸两会往来随即中断 至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 期间近十年海基会都成冷衙门 期间换过不少董事长 如走马灯都毫无作为 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 无论过去 还是现在 甚至将来 海基会沦为冷衙门 原因只有一个 即台湾当政者搞台独 两岸失去交往交流的政治基础 民进党当局不回到九二共识的轨道 两岸僵局就不可能打破 海基会董事长就不可能有作为 如前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所说 假如两岸关系的定位没有弄清楚 叫神仙去做都没用 这次海基会董事长一直不知道又将玄缺多久 假如民进党当局敌视大陆的政策不改 两岸僵局依旧 海基会董事长玄不玄缺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海基会还是开不了机 老实说 谁来做都一样 希望好两岸快乐乐评 我是昊阳 再会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